骑修工遇到的离谱故障 客户说开车时后边有震动 你们检查一下 要是没有两个悬挂连着轮胎已经掉了 客户说在高速上听见砰的一声 然后车就无法启动了 客户说开车的时候有当当当的声音 客户说没事还能再开开 客户说开车时轮胎一直在震动 客户说踩刹车的时候有水伤 骑修工发现驾驶是积满了水 客户说我车没法启动 客户说发动机有异响 但是汽修工发现 客户说轮胎一直有异响 客户为了消除异响 自己用铁丝绑住了转向拉杆 客户说轮胎一直有异响 客户说我已经加了六个月的制动液 刹车还是不好使 客户说发动机无法启动 丰田的扩建地雷来了 户说电 Curib户说相同 看器 wird很明显的 丰田的维修工 平地